另外,我們ECMORE提供超過1000款磁磚 價錢比地鋪便宜20%至40%,幫你省更多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設計師Kai,你好 Hello,Hello,你好 這個單位是請款兩款 單位我所使用了日式裝修 可以選擇介紹一下風格嗎? 好,這個單位主要是用日式裝修 但是比較簡潔一點,簡單一點 撇除了其他的線框,主要是用木紋 我見到你這個位置的師傑 是否方便入門的時候 可以放下鑰匙、袋子 然後再過來這裡換鞋 另外,也有一點心光 我看到後面這裡比較特別 就是用了一個… 是業務主要求的特色座 是的,業主都頗喜歡有一個卡座 可以有張大一點的桌子 可以招呼更多朋友 因為平時我們之前裝修用得多長子 那長部跟長子的分別是怎樣的? 長子很多時候都會有些接駁位 但長部就沒有接駁位 它是一幅過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幅牆 它是沒有其他接駁痕跡的 工序上相對會需要再細心一點 因為始終你會一幅過的去處理 聽到這邊就變成這個 是用了一個特色設計的 是的,這裡除了有半腰櫃之餘 其實是全屋都用了長部 長部就會看到長身 就會有質感一點 有多些東西看一下 還有營造風格的時候 都會容易一些 好,那我們走到另一邊的設計 這個我就知道 這個應該用了特色長的設計 這個應該是有隱藏門的設計效果 是的,沒錯 這裡其實做了隱藏門 就可以跟電視場這個位 融合在一起 就不會令到這件事太過突突 好,不如我們去看看房間 好 好 我看到這裡都用了很多訂造打消設計 是的,進來 你主要看到就是床和衣櫃 因為空間不算很大 所以需要多一點的存物空間 去給它用 所以連張床都會有 下面可以收納一些大型的衣物 或者是一些劫子 然後還有一個櫃筒 在這裡 旁邊的也做了一些訂造 那些是一場櫃 空間又沒有空間 因為這裡是一個很大的衣� 所以足夠業主去 去防止它需要的衣物 各樣東西 是的 這裏就是另一間的睡房 它的長身都是黏著長布的 都是跟廳的風格是連搬的 咦,來到這邊的床 好像比旁邊的房間的進行更小 是的 因為這張床是給老人家睡的 只有一個人 所以這張床會小一點 還有它是會比旁邊的床 就矮一點 就會比較適合老人家上落 會舒服一點 這裡也做了一個入場櫃 我想裡面也挺深的 就這樣看現在這個位置 裡面也很深 是啊 這個也是 比它可以掛到衣服 還可以再放一些東西 因為掛衣衣衣 衣櫃也不能夠太淺 如果不然衣架掛來 就撞了三百 OK 那廚房這邊的風格 就變相不同 那就比較好 它像在外面的色風格 有比較明顯出色 是啊 因為業主就想 廚房就可以光亮一點 Modern 所以你看這些傢俬的飾板 都是用了淺灰色的雲石紋 咦 不錯 光效果 是啊 這裡就可以讓它放一些其他調味料 還有這些櫃門就做了光面 這樣看起來就會光亮一點 還有空間感會大一點 反而牆身是用了那個雲石紋 是啊 牆身也是用了白色的雲石磚 它也是光面的 現在左手邊應該是廚房的設計 沒錯 這裡是用了一個燙門 就燙進去廚房裡面的一幅牆 就可以省回洗手間裡面的空間 我一進來 其實我已經留意到 下面這些沒有浴瓶去安裝的位置 因為這個其實是業主要求來的 它又喜歡裝浴點 它就想空間可以彈性一點 那就不用有東西擋住 哦 但如果沒有浴瓶的話 洗澡的時候 水便可能會流出來 它就想 可能業主要想空間大一點 是啊 其實都不會流出來 因為門口我們還會有一個吸醉 去擋一下水 那洗手盆這邊 都是原用了日式設計 是啊 沒錯 都是原用延續廳的日式設計 令我整間屋都感覺温暖一點 另外就是這裡也有足夠的儲物空間 去擺一些清潔用品 或者是其他的雜物等等 那另外下面這個位 就是會是一個洗衣機位 那到時的洗衣機就會在這裡 好 多謝Kair 就今天幫我們分享了一個 清潔兩房的設計裝修 嗯 不用客氣 那如果有什麼想再多看一些 可以追蹤IG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Easy House 會因應你的預算 和你的設計風格 去配對三間適合你的裝修 或者設計公司 我們的配對專員 不會幫你分析的 當你選好公司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 還會陪你一起見證簽約 確保你是明白合約的內容 並且同意才會簽約 在工程開始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 都會定時上到你的單位 幫你視察工程進度 確保工程進度良好 那一般全屋裝修 需要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工程期間 如果你有任何裝修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的配對專員 Easy House 讓你裝修設計 安枕無憂 還有我們Easy House 整個服務都是免費 完全沒有額外收費的 我想放在牆上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 為何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 塞了? 糟糕 瓷盤的玻璃膠發霧 怎麼辦? 小營